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看见更美好的未来 不晓得大家听说过愿景版吗 愿景版就是一种 把自己所想 所感受到的情绪 以图像化呈现的工具 制作愿景版的方式相当简单 就是收集跟你目标相符的图片 将它们放在一块板子或一面墙上 让你可以实时地看到它们 例如说 你想要养成跑步的习惯 就可以放上一张跑者的图片 或是你想要存钱买房子 就可以放上一张房子的图片 愿景版的功用 在于帮助我们聚焦在想达成的目标上 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建立 达成目标的信心 在经理人月刊中 有一篇名为描绘成功的模样 激发达标的动力的文章中也提到 将目标可视化 产生情感 动力也随之提升 也就是说 同样的讯息 若是透过文字或口语表达 72个小时之后 大多数人只能记住10%的内容 但若是以画面呈现 人们的记忆度将提高至65% 因此文章中鼓励读者们 可以将目标视觉化 例如将减重15公斤的目标 改写成减重15公斤 这样我就能穿下10年来都穿不下的那条牛仔裤 这会比原本的目标更让人有画面 也更能让人产生情感 进而提升达成的动力 亲爱的朋友 你发现了吗 该如何持续不断地朝着目标迈进 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看见的 是可以在我们心中产生图画与想象的 所以就有人曾说 人一生的成就 不会比他想得到的更大 因为如果你无法想象 如果你无法看见 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 如果你不曾想过要拥有它 它就永远不会是你的 这同时也是圣经中常常提起的法则 在圣经中有一段话说到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赐到永远 在这段话里 上帝向亚伯兰揭入了一个人生的秘密 就是看见跟得到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得到 我们都希望人生有所成就 我们都希望有所领会 有所得着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得着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先看见 所以上帝对亚伯兰说 你要看 当你看什么 你就得着什么 可见啊 怎么看 是决定我们往后 人生的方向 很重要的关键 亲爱的朋友 在达成目标之前 我们要能够先看见 不论是肉眼的看见 或是心眼的看见 这代表了我们内心的渴望 也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来源 今天你有想达成的目标吗 愿上帝给你一个信心的眼光 使你在信心里先看见目标实现的模样 上帝也必带领你一步步成就 使你人生有全新的可能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